警方組偵察隊破門進入 位在旅館二樓的三間房間 三間房間內藏著詐騙集團 四男一女當時正在房內睡覺 被帶個正著 台中市北屯區這家旅館的二樓 竟然有暗門割出 三間隱藏版的房間 變成詐騙集團的機房據點 地點隱秘 躲避警方的茶器 短短七天 詐騙了上千萬 五名成員透過通訊軟體 向大陸人民發送詐騙訊息 給不特定的對象 嫌匡騙被害人申請的帳戶 設跨國洗錢案 再假冒公安人員身份 要被害人配合調查 又騙被害人匯款 用隔間把它區開 跟一般房客人客房來區開 所以裡面有四個空間 它把它隔成三間 等於是一大兩小的空間 作為詐騙集團 租旅館套房換地點 多警察騙取不宜之財 但通訊實用的Wi-Fi訊號 傳輸異常頻繁 心機敗漏 難逃發網 記者曾偉翔 李若珍 台中採訪報導 照片中採訪報導 チャンネル登録 Welcome to the